大家好,我是韦娜 美国的保守派行动大会已经圆满的结束了 我看到网络上很多自媒体的大位在解读Trump总统 2024年会继续参选美国总统 也有一些自媒体解读说这次Trump的出现是王者归来的信号 其实在我看来,他们解读的都不完全 我觉得2020大选的欺诈问题不解决 2020年的选举他们照样还可以欺诈 而且在这次大会中,Trump总统没有明显的说 他要参选2024的大选活动 我觉得他的重点是在讲 他要帮助众议院夺取中期选举 帮助众议院夺回共和党的选举 也帮助参议院夺回他们的选举 我非常同意他的想法 因为夺回两院以后才能纠正大选欺诈的问题 这样2020年的总统选举才有意义 至于那些说Trump总统是王者归来的人 他们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我们根据很多的蛛丝马迹 看到Trump总统还掌握了许多的主动权 还在为纠正2020的大选继续工作 他从来没有承认这次选举的失败 他说我们赢了两次 还要赢第三次 也没有具体的讲谁去赢这个总统 无论如何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说 我们要为美国的现状迫切的祷告 想到美国的现状我就生气 我也生气 我在这边对生活在美国几十年的华人基督徒们 想说说心里话 为了你们的子孙后代 不生活在这淫乱的世道中 不生活在满口胡言乱语 颠倒黑白的世界中 不再生活在黑暗里 我们应当来承担这些社会的责任 来参政益政 其实自从我们接受耶稣基督 作为我们的救助以后 我们就不应该再过去的生活 整天埋头挣钱 圣经上头说得很清楚 麻雀它既不种也不收 上帝尚且养活他们 何况是我们人呢 这个世界被不信主的人 已经搞得像人间地狱了 我们还要躲在教会中 不声不响嘛 我们要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有什么样的生活环境呢 我想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世代中 是有他的美意的 求圣灵来开我们的眼睛 看到神对我们的福召 在这个世上做言做官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